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多人都会感到非常的震惊 但其实这确实是一个真实的事件 据了解全球首艘水下航母就在日本诞生 据了解在当年日本就建造了排水量达到上千吨的潜艇 当时日军享用着一艘潜艇袭击美国的军事基地 但是谁也没有想到最终还是没有成功 而这一次 日本建造的这一艘潜艇 也被称之为水下航母 这正是因为这艘潜艇上面搭载着很多可折叠的轰炸机 而且这一艘水下航母的航程已经达到了7万公里 这也就意味着这艘水下航母可以绕地球一圈半 所以当年的白宫也只能干瞪眼 不过在日本战败之后 美军很快就将这一艘水下航母 带回了美国研究 Woré 需要学习近期的一部一项 残留在脏上 赶紧立空的地球 上台的颜色可以绕索 那小火要从不散化上一部分 正在一部分上的颜色药 可能会绕索 ви这里怎么见 自己绕索 对于平洪 加起火 这部一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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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